港鐵諾馬州站這個刺隔外面不時有人排隊 他們只會排一個刺隔 記者發現他們根本不是進來去廁所 而是由內地偷運現金之後到刺隔交收的水貨客 這班疑似金融螞蟻 個個拿著幾包包好的現金輪流交給刺隔打等的接頭人 拿著啤牌的就是自己人 交易完成,接頭人在月台遇上另一個曾經在廁所出現的男人 兩個人的裝備一模一樣,之後分道揚鑣 接頭人搭港鐵酒 另一個男人就落樓下離境大堂離開 而接頭人去到粉嶺站之後,入了一個私人屋苑 但超出限額的現金出入境已經犯法 而除了錢,也有水貨客交收私煙 他在廁所先後游褲腳 還有外套,拿出共超過十包香煙 大堂也都有人明目張膽,分別從腰包 甚至富浪,拿出五包香煙,放入背心膠袋 主持人收貨後,隨即派發報酬 港鐵發言人回應說 過往都曾經接獲在洛馬州站的洗手間 懷疑違法行為的報告 如果乘客遇見懷疑違法行為,可以即時報警 ONTV都看見電視新聞塔普段